我们要告知的是有关于台风最新的动态 第10号台风成型了 强度增强 我们立刻请记者肖湘怡 来我们掌握现在最新消息 好 主观众 在今天上午8点钟气象局 刚刚已经做出了最新的预测 也就是原本我们这几天 一直在关注的热带性低气压 现在在上午8点形成了 今年的第10号台风墨兰地 而其实呢 它现在正照朝西北溪的方向来移动 目前看起来速度并没有很快 是10公里左右的时速 但是呢气象局说 这个墨兰地成型之后 虽然不会直扑台湾本岛 但是对于金门离岛地区 影响会比较大一点点 尤其是整个这个低压 带入的是偏南气流 因此全台湾到星期五之前 天气都会相当不稳定 而且要特别提醒的 现在下场局持续发布的是 豪雨特曝 也就是说东部跟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 要特别来留意 尤其台东地方 从昨天开始就一直在下大雨 现在的雨势恐怕还会在 其实持续下去 而且南部地区的豪雨状况 恐怕也会从今天开始来持续 要特别提醒这个气象局 针对了南部跟东部地区 发布豪雨特曝 好我们谢谢湘怡 我们看到第10号台风呢 虽然不是直扑台湾 但是所带来的豪雨 还是会影响到 未来今天的天气 我们随时为您掌握最新的台风动态